抖道的標題配上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的照片 路透社報導 哈薩克官方宣布 習近平將在九月十四號到訪 這是新冠疫情爆發後 他第一次出訪 那哈薩克跟這個中國之間 因為中俄關係現在取於友善之後 俄羅斯也同意了這個中國 在建在一帶一路的相關的鐵路系統 可以通過哈薩克 跟吳兹別克 所以這個當然對習近平在拓展中亞的 一個這個一帶一路的空間來講是具有利多 所以那所以如果是出訪哈薩克 大概可以被理解是說 未來他的一帶一路的延伸 是一個對他來講 是一個很重要的伴手禮 選擇臨近國哈薩克 作為第一個出訪國家 是因為哈薩克與中國之間關係緊密 不但提供礦產黃金與能源給中國 也因為地理位置 作為中國與歐洲之間的貨運轉運戰 而哈薩克油氣探明儲量居世界前列 他們所共同建造的中哈石油管道 更可以視為是對抗西方各國 對中國的圍堵 哈薩克是中亞五國當中最大的國家 那相對來講 一方面它跟中國的經濟貿易 是往來是密切的 但是二方面它相對而言 在安全上面過去是比較仰賴俄羅斯的 那如果說在中俄關係 在因為俄物戰爭的改善之後 其實普丁一定程度對中亞五國的控制 是有鬆手 願意讓中國享受更多的經濟跟安全的利益 中國的外交訪問 除了習近平親自出征 他也派出了中共三把手 也就是中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栗戰書 在九月七號到九月十七號這十天 出訪俄羅斯 蒙古 尼泊爾以及韓國 此舉也被視為釋出兩大信號 一是對外的霸權宣誓 二是提升習近平在二十大的連任身世 我們說除了說公共外交之外 就是促進整個中國的形象 利益書有這樣的工作在 所以他現在的工作 作為一個人大常委會主任 那我說去訪問俄羅斯 去訪問南韓 很大程度上面也是要為了 就是整個中國 我覺得是周邊安全做一個貢獻 發揮他所謂人大常委會主任的功能 除了俄羅斯之外 這次還可以看到韓國 也在中國的拜訪名單內 栗戰書將與韓國現任 國會議長金正標會談 傳言還將拜會總統以席月 雙方是否借機討論 兩國領導人會談事宜 備受外界關注 栗戰書訪問行程底定 如果習近平也在二十大前出訪 宣揚中國國力鞏固中亞勢力 更顯示出習近平積極西進 要拉攏這些非美國盟友國家 企圖建立更緊密的安全關係 抗衡美國 進行文九平干函人採訪報導 採訪報導 打算 符合 作坊